你看,1937年了 1937年了? 是啊 1937年不止幾十年了 過了一百年都來 我們現在去買票 在民族與歷史博物館 是啊 和鄭和博物館 是啊 如果我們的侍應是大人六元 那小孩就是三郎 我經過馬六甲的路程 是這套中轉站來的 所以這裡有些馬六甲的展館 都是說鄭和的,你看 鄭和下收養 有些當時扭下來的寶物 因為大家聽著它 這個箱子很厚 這個箱子很厚 我猜是六、七個 這是厚一點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不是仿製品 因為仿製品更辛苦 所以它們應該是真的 它們看上去真的好像滑出來 不是呀,不是那些畫 是這些 海老闆來的登陸馬六甲 你看,當時的 現在的氣勢防火 你看他們有沒有暈船浪 你看 快到了馬六甲 我問一問,這裡請不請廣解語 嘩,這裡請廣解語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幫你應徵 廣東話廣解語 廣東話廣解語 真棒 七次下西洋 有五次都來過馬六甲 對呀,你說一下 我記得是七次 我讀書讀過 你還會找到 他有什麼事 你來看 我看你 有什麼事 我想聽到 你來看 你快到 你來看 你來看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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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 你來看 我來看 你來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消防车 你猜不到它 多久之前? 1937年了 1937年? 对 1937年不止几十年了 快到了一百年了 现在是2020年了 快到了一百年前的消防车 好,我们看看 很厉害 那些木已经准备了 已经够到 这些猴都很难 你看,这里有写的 1937年制造的 很厉害 有六冬蠢的 六冬蠢吗? 对 对,很厉害 原来是英国制造的 英国制造的 以前是英国成文地 对 你看,还有一条木梯 对 很厉害 木都不会变 这些就是耐用 对 买车就要买这些 一百年都还可以买 对 对 看前面 这个是摩托吗? 这个是摩托吗? 以前那些车 不是这样按键引擎 以前在前面 在那里 搞搞搞搞搞 搞起动 才可以起动到 引擎 知道吗? 有没有听过这个? 对 没有听过 我真的没有听过 以前那些单掌引擎 都是这样搞的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我真的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没听过 这个好像推泥车 推泥车 推泥车 这个是36 这个是36年 对 有几架推泥机 很厉害 我知道了 那时候的山泥轻车 或者是什么 消防员要救人 或者是推泥 几个推泥车 我们在下面看看 是否买计票 我们去参加一些妙思人 去看看 我们现在去买票 在民族与历史博物馆 对 和正和博物馆 对 如果我们的侦领 就是大人6元 小孩就是3元 对 今天很多人来看 很多都是本地的 民族的朋友 本地人 很多人来买票 今天是假期吗 我知道 不是 学校假期 哦 所以很多人来看这个 他们都放下假 所以带一些小孩来看 这个里面 好像有几个博物馆 在那里有写的 500元 是多少钱 是 如果本地的 6元和3元 如果非公民 就是12元和6元 对 对 我们这个是正和博物馆 一进来 第一次 就已经见到正和在上面 顶顶顶顶了 对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 好啊 这里很香咖啡味 因为你有一间酒店 一来的时候 忍着喝咖啡 好正哦 这里是水井 水井 水井 对 对 对 好了 我们上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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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圖片 你看這個圖片 在1795年的時候 歐洲打仗 英國就立刻佔領馬六甲 所以法國就不會佔領到 這是馬六甲地圖嗎 這裏就是馬六甲 你看看我們 我們有經過一條條 我們現在在那裏 剪刀山腳 那裏有鐘樓和景點 有鐘樓在那個中間 這是給我們看的地圖 當時的年代 什麼是多少年? 大概是1795至1842年 1795至1842年 是的 很老 你知道為什麼呢? 原來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在馬六甲 為什麼這麼多人欠這個地方呢? 原來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 很多國家都以馬六甲為一個戰略的重要 重陣來的 所以為什麼呢? 日本呢 在偷襲珍珠港的同一時間 就要大肆地侵賴東亞馬 就來了馬六甲 打東亞馬 是的 這些紀念館在我們香港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是日本仔的軍備啊 箱全部都留在這裡 是啊 剛才有個鐵箱很大 很重很大 很厲害啊 很厲害啊 還有一些軍票 你看看日本軍 看日本佔領馬六甲時期 的鈔票 你看看 是啊 當時因為錢人家的白秘康呢 他要用自己的錢 他要用自己的錢 不然用自己的錢費 對 因為你們的錢費 就大量貶值 就廢了 所以你家的錢全都沒有用 其實不同的地方 但是他們把錢貶值得很厲害 是 差不多都是充公債理財賃 對 剛才他看到這裡呢 除了那些當時扭下來的古物 都會突出自己的 你看看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很厚 這個箱子很厚 現在這個 我看這個 我看這個六七年 這件不起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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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講一點歷史給你聽 是 中國歷史可能我不熟 但是西方市我也挺強的 這麼厲害 是 因為我看到報紙 是的 是的 當時在1400年至1511年的時候 就是馬六甲土住的年代 哦 接著 到1511年到1641年的時候 就葡萄牙兵開始入侵他們的土地了 你看看 我們再跌下去 1641年就是荷蘭統治 對 馬六甲 是的 再跌下去 1824年至1957年 是的 統治六甲 這個就是英國的年代 英國統治 年代 然後再下去 是 在1957年 就真的由馬六甲 自己統治自己的國土了 是的 就是聯邦政府了 自己統治自己的國土了 其實這張這麼簡單的報紙 簡直就完全令到我了解了馬六甲 是幾個王朝 幾個國家去統治過他的時間 是 他這裡放了很珍貴的文物 其實我覺得這些不是仿製品 因為你仿製它 更辛苦 所以他們應該是真的 他看上去真的好像滑出來 有些油出來 不是啊 不是他的畫 是這些 這些鐵箱上面還有一個鎖匙洞 你看 你看 這個鐵箱 你真的很好 起碼這麼厚全奇 基本上十個在這裏都不能進去 如果裡面放了金銀珠寶 基本上推都不能進去 告訴你 我們都不能進去 你看看這些 當時那些雕像 那些什麼 可能錢 可能當時用的錢 和銀幣那些 然後你看 這裡才是厲害 這裡還有一把配件 你看當時 當時原住民 是用銀幣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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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這個銀幣那些 因為這裡有幅畫 那幅畫 說當時原住民 是用銀幣那些 就是用銀幣那些 因為他要侵蝕他們 那變成了當時 其實馬六甲 仍然都有一些土著 這個就是荷拉時代 這個就是荷拉時代統治 荷拉時代統治馬六甲 是的 你看給附屍看 比附屍看還不錯 比附屍看還不錯 不是 荷蘭那些 那頂帽是脹脹的 對 英國那頂帽 是一個扁扁的 你有沒有發覺 你這樣認就認得到 你看臉的樣子也看不出來 因為它都是五官一樣 是啊 都是鬼佬一個 但是荷蘭的建築物 在馬六甲都是見到很多 是 是 因為荷蘭統治了幾年至幾年 你看 一百二四 一六四 一到一百二四 二百二四 所以 所以就很多 是嗎 荷蘭的建築物 你看荷蘭的 哇 當時荷蘭來馬六甲的 那些蚊艇 就是這些 你看 你看 海路這樣來 登陸馬六甲 你看 當時你看 你這樣可以氣勢防火 你看 它們有沒有雲旋浪 你看 快到馬六甲了 都說馬六甲的地理位置 很好的 可能沿浪 雖國人都要欠這些地方 是啊 剛才看到一個牌子說 為什麼荷蘭會入侵馬六甲 為什麼呢 它不是因為貪心嗎 不是 那時候原來跟西班牙和葡萄牙打仗 哦 所以這裡本身是葡萄牙的領地 哦 之後就打仗 佔領了這裡 是幾年的事 幾年的事 一六四幾 一六四一 對 很厲害 所以你說這些活動 教學教小朋友歷史就好 哦 你拿著一本書 它不會認識的 你不會認識的 你剛才聽到她說了什麼 聽不到 聽不到 聽到 厲害 這是海底蠟燭的味道 它有些珊瑚獅 所以它還有一些珊瑚獲 對 以前在海底蠟燭的文物 有些珊瑚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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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馬六八的頭柱 就是這裡 好厲害 好厲害 你扮她 好厲害 好厲害 這些是當時馬六八的頭柱 他當時抵抗外戚 就是靠這些士兵 是不是很威武 是呀 不過反正 你多好 刀法都好 抵抗不得脫子彈 是啊 所以當時火肉很厲害 因為當時我們說了那麼久 就是馬六八 為什麼會被人侵蝕 又荷蘭又葡萄牙又英國 但是其實說真的 他這些只是三四八年前的歷史 其實馬六甲之前 是在六八年前 就已經有這個地方 他就叫做滿次家國 為什麼呢 他就說 因為當時有一個國王 他就叫做拜里米蘇拉 這些名字很複雜 不要說那麼快 拜里米蘇拉 他是一個蘇門答立王子 當時他的國家就逼走他 他就變成圖蘭 然後就帶著他們的徐蟲 然後就來到這個滿次家國 這樣呢 他就坐了一棵樹 看不看得到 他呢 這隻烈狗 逼著一隻鹿 然後呢 誰知道這隻鹿呢 正所謂逼他買場光 你知不知道 然後呢 那個國王 這個就是大里米蘇拉 大里米蘇拉 你看到他坐在一棵樹下 他就堅決說 我要在這個地方 在我的王國 嗯 那麼呢 他的那棵樹呢 那個名字就叫做馬六甲 所以 這個地方就叫做馬六甲 好厲害啊 香港歷史又不見得那麼熟 馬六甲的歷史 你熟得那麼厲害 他們的國徽呢 就是用這一棵樹呢 來做了他們的國徽的 好厲害啊 是啊 是啊 這些歷史呢 是在600年前 我一會兒出門口的時候 幫他問一問 這裡請不請廣解語 這裡請廣解語 我試試 我試試幫你認證 廣東話廣解語 廣東話廣解語 剛才呢 我就提到滿次家閣 就是以前 馬六甲以前的前名 其實呢 所以他呢 對於明朝和中國來說 是很大關係的 其實當時呢 滿次家閣 只是一個 暹羅的 下低的一個部屬 所以他每年呢 都要總共給暹羅 後來呢 他就知道呢 明朝當時不是很厲害的 明太宗 很興奮 然後呢 其實滿次家閣 就投靠明朝 那明朝呢 就封了他的國家 所以呢 以後呢 他就跟暹羅拼牌了 所以呢 當時 當時明朝呢 就幫他封國 通國之後呢 他以後都不需要 under這個暹羅 他又不用總共給暹羅 暹羅因為呢 暹羅因為呢 覺得呢 暹羅當時是收過保護法的 是的 你知道暹羅就是太弱 然後他就跟了這個 就跟了明太宗 是的 即是跟了明太宗 哦 即是跟了明太宗 跟了明太宗之後呢 就開始呢 反暹羅 是的 就不需要總共的暹羅 但是呢 就是因為呢 就是馬六甲這大地方是很好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潛羅成人想爭他的地方 那明朝呢 明朝呢 皇帝呢 就跟他說 你不要再這樣做 那所以呢 他就好像呢 有明朝在後面呢 撐著他的腰一樣 撐著腰 你看看真的有歷史證明的 見不見到 中國和馬六甲 是的 一早已經有建交的 一早有建交 因為他們呢 派一些大使過來 雙方的國家都派大使過去 是啊 所以呢 他們爲什麽呢 這裏會有這麽多的中國人 和這裏馬來人的通婚呢 就因爲當時 那麽多年前 600年前 已經是有建交的 是啊 我明白了 好多謝你 港解員 好了 真的好可愛 真的不看不知 那時候叫潛伯 全部都是動物來做的 你看 原來當時的潛伯是這樣的 好漂亮 有魚 它有石還是金屬 好像是金屬 金屬來的 金屬來的 有沒有魚 有魚有雞 都不止 是 這邊 開始變成圓形了 對 還有烏龜那些 哦 長壽嘛 長壽旺材 然後後皮才會變成圓形的銅幣 你看 還有紙幣 剛才有些便宜 捏 小顱 防禦 很大 黑 器材 很大 浪漫 小鵲 同樣 有些人 有些人 又有些人 你 操心 對呀,你說我記得是七次 你突然說,我讀書讀過那時候 對呀,歷史一定讀過 之後呢,他來了這麼多次那時候 都是做外交官的 所以其實朝廷有時候幫馬六甲 皇朝那時候 那時候好像比葡萄牙侵佔 他好像在這個鄭和死了之後 之後過了 因為沒有像鄭和人般下海 所以中國一直不知道 原來他們之前幫那個皇朝 已經被葡萄牙侵佔了 你知不知道鄭和是幾年 在世? 這個就不太知道 你不知道就看低一點 就是1371年 和1435年 對呀,好像六十二歲 我是不是看得很仔細的 對呀 對呀 那時候好像是說 他是老死的 他好像沒有病 所以他是老死的 是第七次下生病 對呀 他七次下生病 對呀 不是六十幾歲 那時候六十幾歲也很厲害 給你看一下 他當年 那些文物 都在這裡 那些顏色都還在這裡 對呀,你看 對呀 哇 厲害 他當時是坐這些范蕃蕃 對呀 而且也很少 記到下西洋 對呀 因為之前這個鄭 叫做海法號 海法號這麼前 還有那些 賣海鮮的那些 哈哈哈哈 即是前面寫著一帆風信 是嗎 一帆風信 是的呀 反而在馬來西亞馬六甲 就會看到中國的鄭和展館 原來你猜不到 對呀 這裡全部都是他去過的事跡 做過的事 你睡覺覺不見了媽媽和小孩 你看看他們在那邊 你看看他們 你看看他們 多虧無用 這麼快就要坐下來休息 嘩 你知不知道誰先說坐下來 哈哈 哈哈 有點累 少少事都做不到 為什麼好像正和一樣 下七次西洋 對呀 其實他也很厲害 其實馬六甲和中國的淵源 是很大的關係 對呀 即是一早已經結束了 一早已經結束了 對呀 好了 我們完成了這個鄭和展館的旅程 文化之旅 拜拜 拜拜 記得訂閱和讚好我們的頻道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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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勇 deals 你應該來坐在那裡 就說完了吧 你聽到哪個音樂